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自駕網路商店 結合了官方網站加上購物車加上部落格 那這是用什麼軟體架設的呢 就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超過35%以上的網站 使用的WordPress 再加上WordPress的外掛軟體叫WooCommerce WooCommerce是一套購物車的外掛軟體 所以呢這個WordPress是主程式 那WooCommerce是它的外掛軟體 所以裝上去之後呢就擁有了官方網站 加上這個購物車的功能 再加上WordPress本身 它就是從部落格起家的功能 所以這個網站架好之後 它最大好處有 第一個你可以自己自主 完全自主 就是你將來加什麼功能 你就可以透過外掛可以新增無限多的功能 第二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完全是你自己架設的網站 所以呢你以後要搬家 你可以自己把它打包 不管你要搬到哪一家虛擬主機場商 都可以不會受限於某個平台架好了網站之後 然後你之後想搬家搬不走 沒有辦法下載 然後再搬到其他網站去存放 這是不行的 那這個WordPress是可以的 那第三個好處呢 就是它的自由度非常非常的高 譬如說 你要什麼樣的外掛的布景主題 布景主題 或者是外掛軟體 通通通都有 還有分成免費版本 還有付費版本 所以如果你購買一些付費版本的話 它有無限多種的布景主題 讓你要網站有什麼功能 有多漂亮 通通都可以 當然因為就是因為選擇太多了 所以有很多人會造成選擇障礙 所以透過課程 我們會告訴你 其實你先挑一個 1000多塊 大概60塊美金左右的布景主題 然後這個布景主題 它很適合全方位的功能 就是官方網站 還有購物車功能 還有Blog功能 它都做蠻漂亮 因為有些同學 他們可能買一種布景主題 覺得很漂亮 然後他就買了 可是買了之後發現 之後他駕購物車的時候 不太適合 為什麼 因為購物車裡面有很多欄位 那一般的布景主題 可能是讓 如果你只是純粹做官方網站 或者是Blog的話 是很漂亮沒有錯 但是一旦加掛了這個購物車 WooCommerce之後 他有一些結帳欄位 還有一些會員功能 他本身的欄位 並沒有做美工 所以就不好看 所以我會在裡面 會跟各位說 那我們就裝一個叫 FlipSum的布景主題 你就可以架設 漂亮的官方網站 或者是漂亮的購物車網站 或漂亮的Blog 三方面都已經具備了 那適合什麼樣的人 來學習這個課程呢 第一個 如果Weblet最快速 簡單駕賞的系統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你的話 好那我建議你可以來學習一下Wordpress 因為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都在網路行銷懶人包裡面 有教大家用最快的方法去架戰 就是Weblet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好學 六七十歲的阿公阿嬤都可以學得會 那如果這個方法 你覺得說 有些功能已經沒有辦法滿足你了 那你想要自己去新增擴充一些功能 符合你現在的需求 或是符合台灣的購物車金流的需求 那你可以用Wordpress這套 那第二個呢 就是想要自己學會 用最省錢的方法 架設購物車的人 因為這個真的是最省錢的方法 因為Wordpress跟Wootcommerce這個軟體本身都免費嘛 所以你只要去支付這個虛擬主機的費用就可以了 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他搬家很容易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今天在A主機商 覺得你用的不滿意 網速不滿意 客服不滿意 好那你就可以把它打包 直接搬家到B廠商去的虛擬主機 這是OK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其他 譬如說Shopline 或者是Shopify之類的 平台 購物車平台去架購物車網站 那你是沒辦法搬家的 就是說你將來如果想要把你的網址帶走 當然是OK 但是如果你要把資料 之前上架的產品全部搬走 然後上傳到另外一個主機平台 這是不行的 因為每一家那個購物車平台 他們自己開發的程式都不一樣嘛 所以你沒辦法搬走 那第三個就是想同時把官網購物車 Blog架在同一個網站底下 像之前呢 如果我使用Webri的人 因為我跟大家說 Webri他沒有台灣的金流嘛 所以他們會把購物車另外架在 第二個網站 那他就不是在同一個網站 也許他的網站就分流掉了 譬如說你在購物車的人流 訪客數量 跟這個主網站訪客數量被分刮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架在一起 連同部落格 購物車跟官網同時放在一起 讓流量全部集中在一個網站的話 這是可以考慮就是用 購物車、架庫、Blog 那你想要做接案的人 你可以適合來學 第五個就是想在一個虛擬主機 架設多個網站的人 因為有虛擬主機 大部分都可以去架設一個以上的網站嘛 如果你購買的方案不是最便宜的那個方案的話 通常你都可以架設好多個網站 那這是一個非常省錢的方式嘛 譬如說你剛剛第四點 如果你想要接案的話 你租用一個虛擬主機 你可能可以放五個或十個客戶的網站 都把它放在同一個虛擬主機裡面 那你一年可能付幾千塊 你就可以接十個案子 如果每一個網站流量都不是太大的話 你就可以一次放好多個網站 在同一個虛擬主機裡面 節省你的成本 讓你的利潤提升 那第六個呢 想要建置多個專屬域名email的人 就是說如果像我的公司是 infobox.com.tw 那我想要建立一個email 就是譬如說 service-infobox.com.tw 這種叫做專屬域名的email 如果你需要專屬域名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樣子的虛擬主機架構底下去建立 因為裡面我們也有教你 怎麼樣在虛擬主機裡面去架設 你自己的專屬域名的email 然後第七個呢 不想被網站平台綁架的 可以打包隨時搬家 這就是之前剛剛講過的 第八個不想花大錢 請網頁設計公司架設網站的人 因為你請別人架網站 可能架一個網站就收費3到5萬起跳嘛 那如果說你不想花那麼多的錢 你想要自己一年花個幾千塊 ok 而且你可以架好多個網站 ok好那你來學自己架 第九個想要自己隨時修改網站內容的人 這個就是第八點 你請別人架 那內容要修改你自己不會改 又要請別人要拜託別人 這個常常會耽誤掉很多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隨時可以修改的話 那你學會架網站是 那就變得非常的自由 你自己隨時都可以修改 然後第十個是想不斷擴充網站功能的人 因為Wordpress它有太多外掛功能了 你今天可能把它像這個購物車 它本身就是一個外掛功能 因為Wordpress的主程式的 它適合當成官方網站 形象網站 部落個網站 那它本身並沒有購物車網站功能 所以呢 WooCommerce是一個外掛 是全球公認的最好用的購物車外掛 然後放在這個 掛在Wordpress的主程式上面 所以它就擴充了功能 那也等於說 我不只要WooCommerce 就是我還要別的功能 譬如說我們會員功能 SEO的外掛功能 讓SEO效果更好 那都有很多外掛可以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不斷的擴充網站功能的話 又不想要找人去寫程式 花太多錢 成本太多金錢 那在Wordpress使用這個很多外掛 是可以達到很多你想要達到的功能 第十一個 想把加賬當成個人第二專長的人 你想要把它培養成你自己的個人專長 OK 好 那這個課程我們底下有一個比較表 來讓各位看一下 本課程的教學是Wordpress.org的版本 自由度最高 未來可以隨意打包搬家 那為什麼講Wordpress.org呢 因為Wordpress其實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做Wordpress.com 一個叫做Wordpress.org 我們的課程就講這一個 之前我也有做過Wordpress.com的課程 那.com的課程跟.org這兩個網站的Wordpress的平台 這兩個軟體是不一樣的 這邊有比較在安裝方面 Wordpress.com它不需要安裝 它就類似台灣的皮克幫 你只要去做這個帳號就能夠登入了 那Wordpress它是必須要去準備虛擬主機 然後在虛擬主機裡面安裝這個Wordpress的軟體 所以它的自由度最高 那Whibli就是我們以前到現在藍藍包裡面教的 它就類似皮克幫 一樣不需要安裝註冊就能夠登入 所以它超簡單 它比這個Wordpress.com更簡單 第二個布勤主題 Wordpress.com它有提供免費和付費的布勤主題 但是你不能夠自己去安裝 你自己去外面購買的布勤主題 這是不行的 那Wordpress.org就是我們教的 就是它有免費布勤 也可以安裝任何購買的外掛布勤 它自由度非常高 那Whibli它本身那些免費布勤主題 你可以自己去修改html css 去儲存你自己修改好的個人布勤 但是它不能夠去安裝 去安裝外掛布勤 有啦 國外也有人專門寫給Whibli的 但是功能跟他們不太一樣 跟Wordpress不太一樣 Wordpress的功能是很多的 那外掛功能 Wordpress.com它是付費的商務板才可以安裝外掛 但是我親自試用過 功能很容易有衝突 所以我不建議 不建議 而且也升級到這個商務版本一年要將近一萬塊 然後安裝很多外掛都會有毛病有衝突 所以我不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安裝外掛的話 你就用Wordpress.org的一個 可任意安裝免費或付費外掛 那Wordpress它也可以安裝外掛 但是它只能夠安裝官方他們收入的APP外掛 他們自己的APP 在升級方面 Wordpress.com是自動化升級 就是你不用去維護它 不用維護它 因為它就類似皮克邦那種Blog 根本不需要去維護 那我們交的這個Wordpress.org 就是可以自行升級的 而它是必須自行升級的 應該這樣說 因為你要自己維護 那升級之中如果有什麼衝突的話 我們要坦白說 你也要自己維護 譬如說有什麼 A外掛跟B外掛 升級之後導致網站掛點 這個你要自己來做維護 然後組成是升級之後導致某些問題又跑出來 某個外掛不能用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是要自己來做維護的 那Wibling它自動化升級的 它就像皮克邦一樣 所以你不用去管它 好在小工具方面 我們只能Wordpress.com 只能用布景主題內建的 但是Wordpress.org 它是可以任意新增的 小工具是什麼東西 小工具就是一些右邊的這些 側邊欄的一些東西 那就是小工具 那Wibling它只能夠使用板型裡面內建的 所以基本上 比較有彈性的 當然問題就會比較多 將來如果你有安裝很多東西的話 那肯定的嘛 就好像你Windows電腦 安裝一大堆軟體之後 越跑越慢 這是肯定的 但是也由於這樣 它彈性非常大 所以才能夠做這麼多的 功能選擇 擴充功能等等 再來看虛擬主機 Wordpress.com就不需要嘛 它就是類似皮克幫嘛 你只要注射就能用 那跟Wibling一樣 那Wordpress.org就是你要自己去選擇主機商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選擇就是Sideground的主機商 將來你如果變大 你可以用Cloudways 或者是其他的VPS 直接作用一台主機去安裝你自己的網站 那這比較進階了 專屬域名的綁定 那Wordpress.com它是不行的 它是必須付錢 才能夠綁定你自己申請的域名 那Wordpress.org呢 免費綁定 那本來就是啊 因為網站是你自己的嘛 本來就可以自己去綁定自己的域名 但是當然網域名真的是要自己買沒有錯 每個都要自己買 有的會送一年啦 但是不建議用用它送的 因為第二年你可能想要拿拿不走 那Wordpress.com的所有權呢 就是租房的概念不一般家 Wordpress.org一樣租房概念不一般家 但是Wordpress.org就是我們剛剛有講過 可以隨時備份搬走 搬到其他虛擬主機 這是OK的 按鈔廣告 如果你要在Wordpress.com的按鈔廣告 是不支援Google AdSense 就是它不讓你裝 這是我覺得比較納悶的 它不讓你裝 那這個Wordpress.org它可以任意按插 Wordpress.org它也可以任意按插 因為Wordpress.org是自由度最高的 所以幾乎做什麼都可以 維護 這個Wordpress.com就跟皮克幫一樣 自動維護 不用理它 這個Wordpress.org也是自動維護 那org這個是因為你自己裝的網站嘛 就是你要自己維護就對了 好潛入代碼 這個是我比較care的 在Wordpress.com 這個我已經加了好多年了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有限制 僅能夠使用簡單代碼 譬如說你要插入圖片 這個是OK的 圖片設定超連結 這是OK的 但是你如果要插入JavaScript 一些程式語法 它會自動把你的這個代碼刪掉 就不能用了 譬如說我要插入這個 臉書像素 臉書像素也是一種遷入碼 我不支援 插進去它就把我的代碼刪了 或者是Google分析的代碼也不支援 那其他這兩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線上金流 Wordpress.com 這是不能安裝的啦 然後這個 當然你要串接 藍芯 綠接 PayPal Scribe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只要有支援 Wordpress.com 外掛 全部都可以 然後Weblin 它就是因為 只有支援國外的 不能自己安裝金流 所以如果你要用購物車 我會建議你使用Wordpress.com ORG 我不會建議你用Weblin 但是Weblin它真的很簡單好用 所以我剛講的 六七十歲阿公阿嬤都會用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購物車功能 購物車功能 請你就直接把它外連到其他的平台 或是連到這個Wordpress.org 這個平台 這個軟體 因為Weblin本身就只能支援國外的金流 不支援台灣的金流 也不能安裝台灣的金流 好 以上比較大概就講到這邊 好 那底下我們列一下 這堂Wordpress的課程 總共會教你的課程目錄 總共分成主課程還有購物車和官網功能 加三大紅利課程 第一個 購物車的功能教學就是講解一下 WooCommerce這個外掛 那購物車系統如何去管理訂單 和金物流系統的串接 譬如說你要串台灣的 致富通或是PayPal 或是藍芯的 致富通就是藍芯 藍芯金流 或是濾界都可以 那你不論是個人或企業 都能夠在網路上讓訪客刷卡付款給你 或是ATM轉帳 自動對帳 超商代碼交給等等功能 第二個 官網版型的設計教學 譬如說你用FlexSum的這個布景主題 快速去製作專業型的美美的網站 就算你不需要購物車的功能 也可以成為一個專業又漂亮的官方網站 所以呢 我們建議的這套布景主題啊 你現在如果不使用購物車 OK啊他還是可以做得很漂亮 那將來你要使用購物車 外掛上去呢 那更棒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符合了這個購物車的結構 所以這一套布景主題 他在購物車的呈現速度會比較快 會比其他布景主題還要快 因為有些布景主題 你購物車放個幾十樣 或上百樣商品的時候 整個網站速度凸得非常慢 但是這一套布景主題呢 他表現是最好的 目前第三個證明課程 第一個 部落格的使用說明 不論是官網或購物車 部落格都是內容行銷最重要的導購工具 而且也是SEO的搜尋引擎 優化的重要關鍵工具 更是讓客戶清楚知道這個網站 到底有沒有人在更新 維護的動態指標 俗話說 滾石不生胎啊 其餘更新你的部落格呢 客戶才敢上門 為什麼 如果你部落格不更新的話 你的網站看起來 人家不曉得 你這網站到底是多久沒有維護了 還是說時常在維護 因為你一個購物車網站 如果人家不曉得 你這個網站到底有沒有在運作 他怎麼敢跟你買東西 他是不敢跟你買東西嗎 那如果你有部落格時常在更新的話 我去看你部落格文章說 我這個部落格是最近這個禮拜 才上寫 才上架的 才寫的 那我會知道你這網站有持續在運作 我跟你買東西就安心買 第四個正品課程 二 行銷功能的串接說明 我會教你說 如何在網站簽入 Facebook像素 勾測轉換像素 還有Google Analytics的分析像素 臉書商店的同步 還有Blog自動同步臉書等等 自動同步臉書的粉絲專業等等 這些工具 怎麼去串接 第五個正品課程 三 虛擬主機的維護教學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 Wordplace的軟體 架在這個虛擬主機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去知道一些 怎麼去維護虛擬主機 怎麼去維護你的網站 譬如說你每天去備份網站內容和資料庫 那怎麼去還原網站和資料庫 怎麼去設定Cache Cache 加快網站存取的速度 怎麼去設定虛擬主機的電子郵件和DNS 等等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的證明課程裡面會教到的 好 那底下就有詳細列出來我們的Index 就是教學的陌路在這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 哇 如果我就不不仔細講 有問題的話呢 最底下這邊有加入好友 可以發LINE給我 詢問一下你針對這裡面的一些問題來做說明 好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我要了解內容並查看優惠價格 好 點一下 到這邊來 這個是我們的購物車 購買這個課程的購物車 那原價呢39,800 可是目前做特價呢 是19,800 那我們7月15號就開放預購了 那可以做三期零利率的付款 每期只要6600塊 你按加入購物車 這邊有前往結帳 然後填寫你的資料 好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自負通 就是藍心金流 從這邊刷卡 然後你在這邊下單購買 點下去之後 他有分期讓你選 看你要不要分期付款 或者是要一次刷都可以 分期零利率 那你也可以用LinePay 如果是台灣的話 你就不要用PayPal 台灣就是用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他只有這一個可以分三期刷卡 OK 好 那你要記得勾選這個 然後才按下單購買 好 可不可以試試看 可以 回到上一部 這邊 課程這邊 這邊自家網路商店這邊 好 你可以試試看 你把它拉到下面來 這邊 點擊觀看課程 點擊一下 好 就到這裡 這邊有課程導覽 那底下呢 只要是藍色的部分 都是可以把它點開來觀看的 點開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 就會有影片 影片教學給你看 好 那為什麼我的全部都藍色的 因為我是管理員嗎 我全部都開通了 那目前已經有上傳了 三四個影片了 那 所謂的預購就是呢 我總共會有85個影片 以上 85個以上 那我上傳到第50個的時候呢 就會 開始恢復原價 那目前呢 已經上傳30個了嘛 所以等50個影片上架 完畢之後呢 將會恢復 三萬九千八 全部有50個教學影片 再加上35個 正品課程的教學影片 所以總共有85個以上 因為我目前估算一下 85個應該錄不完 交不完 所以會超過85個 那只要超過50個影片之後呢 我價格就會恢復成三萬九千八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到的價格 如果是一萬九千八的話呢 就是在特價中 你就趕快按下 加入購物車吧 我是劉奶爸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請拉到網絡底下 加入好友 跟我用這個LINE聯絡 詢問一下提出你的問題 OK 好 想要學習Wordpress制教網路商店 官方網站加購物車加Blog 三合一的功能的話呢 請趕快加入吧 拜拜 阿滋